在湾区已经有30年历史的矽谷美华科技商会 于8月19号晚间在南旧金山举办第31届年会 湾区400多位政商桥界领袖齐聚一堂 矽谷美华科技商会会员涵盖湾区科技界与商界各领域的精英 定期举办各种促进商界与科技界交流的活动 同时也举办包括科技、理财、医疗保健等等不同领域的社区讲座 本次年会除了晚宴与表演节目之外的重头戏 就是由第30届会长肖朱林 在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马忠林处长尖交之下 将会长一职交接给再度出马服务桥界的新任会长赖基玉 西谷美华科技商会在湾区已经30多年了 一般都是会员的成员都是企业人士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互相互补在协会里面 对外呢对做那个community就社区的活动 我们要注重就是说怎么样使湾区的朋友 在他的生活环境上怎么样更好的投资环境 就说比如说他们的房子上的问题啊 他们财务上怎么样去投资或者物业上怎么管理 然后呢科技方面呢有更新的发展 我们都会一一传授给湾区的侨胞们 会中马忠林处长也代表中华民国行政院 侨委委员会吴欣欣委员长颁发感谢状给先任会长肖朱林 并制赠贺状给新任的赖基玉会长 与会的库布提诺市长蒲仲成也制赠感谢状 感谢该会30年来对戏骨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